从前有位叫文立的人 以屠杀烹煮畜生为业 曾经要杀一坨鹿 该鹿跪下来哭泣 以表示求情 这个蠢动含铃皆有佛性 每一种动物都有灵性 你说甚至小到一只蚂蚁 一只苍蝇乃至于一只蚊子 他多有佛性 多有灵性 这是佛说的 佛陀在菩提喳政果的时候 讲一句法语就是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多相 只因妄想之者我不能证得 佛陀并没有说一切人皆有如来智慧多相 他说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就喊六道众生 跟蠢动含铃 我们也看到前一阵子 香港的一个新闻报导 香港一家屠宰场里面 长期累夜都在杀牛的一个屠宰场 有一天就杀到一只 是灵性非常高的一只牛 因为他们都有灵性 但是有些牛里面 他受报时间已经到了 可能他要出生到 可能他被宰杀好几次好几次 他每被杀一次就是受一次报 这个杀生的重业就是怎么样呢 你看得到比如说你现在杀人或是杀 杀动物 你杀人来讲的话你会得到法报 法报就是你现在法力给你判死刑 可是你要想得这个法报判死刑 服完以后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人不是一死百了 是沒完沒了 不是只有一生一世而已 老法書說 你這個花報售完以後 那你還有來世的果報 你死後要去哪裡 死後你要去陰間 要去第一到售報 那你還要去售果報 那果報在第一 那果報售完以後呢 你還要你如果有病在 有欠那一條命 那麼你去第一售完報以後 你出來還要什麼 要短命多病耶 那你再出來 假如你都售完這個第一的苦報以後 你出來以後 你有機會當人好了 那你還是要短命多病 那你短命多病以後 你還有餘報 你生生世世 你要受這個餘報都苦 就像目見年尊者 是佛陀的弟子裡面 十大弟裡面神通第一 可是目見年尊者有一次 他在當人跟我們一樣 也是迷惑顛倒 所以這些聖人耶 都視線給你看 都表表給你看 他也是從凡夫修成佛 像文殊士尼菩薩 以前在因地的時候 在當人的時候 她是一個女生 她也曾經度過胎 她的名字叫顛倒 她的名字 現在的法名叫智慧 那智慧跟顛倒 剛好是 兩個剛好是顛倒過來 那麼這個目見年尊者 在那一次的時候 跟我們一樣當凡夫 所以你要知道 你都可以成佛 這些聖人都視線給你看 佛陀講的三藏十二部 就是叫你成佛 如果你做不到佛陀不說 佛陀在經典上所講 都是你做得到的 結果呢 這個目見年尊者 跟現在世間人一樣 聽老婆的話 他的太太 不喜歡供養孝順這個公公婆婆 就給目見年 講耳邊話 那目見年尊者耳跟軟 就聽他太太的話 那目見年就生一個什麼惡戀呢 想殺死他的父母 然後呢 就有一天 因為他母親看不到嘛 他母親眼睛瞎了嘛 他就帶他到山上去以後 他拿一個棍子 假裝說一到盜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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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喊盜賊來了盜賊來了 那媽媽看不到啊 那喊盜賊來以後呢 他就開始用亂棒打死他媽媽 他媽媽第一句話講什麼知道嗎 他媽第一句話不是講救命的 不是啊 他說兒子你快逃兒子你快逃啊 母親再怎麼樣 第一個念頭都是想到兒子 你注意看很多火災 空爛的 掉下來燒死的 台灣的地震也是一樣 最近這一次過年 在台南那個圍關大樓地震 那個母親把小孩抱在懷裡 被地震這樣壓死 每一個母親都有這個本分 都有這個天賦 這是信德 佛法上講叫法爾如是 就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孝就是信德 所以叫中華文化的根 敬是中華文化的 本孝敬是信德 什麼叫信德 你本來既有的德行叫信德 不是說因為你學佛才變成有這個信德 不是 你學佛只把它恢復而已 你學聖賢教義 只是把這個信德 把這個德行恢復而已 所以學佛是斷落修善 轉迷為悟 轉返成聖 所以佛法它是非常科學的 非常超越哲學的 你可以做得到的 把一個人從凡夫變成聖人 確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佛頭親自置換給你看 他從奪算戀宴 成六牙白相到人間來脫胎 去當禁犯王的兒子太子 西達多太子 會來出家修行 在三宗六年悟道 普利多謝正果成為一代的偉人 釋迦摩尼佛 釋迦就仍仍摩尼的寂寞 清淨 他的名字 他的法名裡面代表清淨慈悲 表示哪一個人都有這個 清淨慈悲的性德 清淨就是我們的智慧 慈悲就是我們的德行 所以穆劍迦尊者的他的媽媽 聽到這個亂磅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兒子打他啦 因為他看不到 他兒子快逃 當下穆劍迦尊者天良花線 良心花線 跪下去跟母親懺苦 他母親當然是原諒他 可是穆劍迦因為出這個惡 惡劣才這麼一小小的惡劣想 害死他母親 他生生世世都被人家亂放大事 這麼可怕